投票讯息带您来关心到北市士林区 昨天晚间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一名简姓驾驶正在街头飙速 撞上了斑马线上 正在过马路的三名行人 其中两名女高中生 腿部是严重骨折 妇人则是下肢粉碎伤重不治 招式驾驶声称说自己身体不适 赶着回家才酿祸 不过目击的民众说呢 这个男子最近一年内经常在当地飙车 恶名昭彰 千万非来恨祸让家属悲痛万分 在脸书上发文说不能放过这种人 只希望正义落实 好为一届家属破碎的心灵 违规跨越标线不断高速变换车道 这辆黑色轿车路上横冲直撞 吓坏其他驾驶 怎料到下个路口他就闯祸了 撞飞三名路人发生了严重车祸 之前那个臂屁股撞到那一台 车完车台就是这款的 这款都要泡四 这个就好了 不无人留给你一言 这留什么的 肇事驾驶就是他三十七岁的 简姓男子 自称是网路工程师 但网友都嘲讽他是德东标车王 因为太常在当地标车恶名昭彰 他向警方公称 当时身体不是想快点回家 才会开快车 但家属和目击民众 根本不相信 非常扯 说什么身体不是要回家 你天天身体不是让你天天开 时速至少都八十一百 一路上冲 严重车祸发生在士林市东路上 教室的减轻驾驶 一次飙车撞到白马线上过马路的三名路人 现场刹车横长达二十公尺 两名受害高中生腿部骨折 一名受害女子下肢粉碎 送医抢救宣告不致 然后就砰 然后你就看到人都全部 躲在地上倒在花扶上 过路口都没在结束的 罵者家属悲痛万分 脸书贴文说妈妈送医时 医师看到直说伤势好惨 更说绝对不能放过这种人 失望正义能够落实好慰藉家属破碎的心灵 另外受害高中生家属也留言 说补习完下课要回家 没想到妹妹被撞到断了一条腿 同学则是两条腿都断了 要大家不能放过肇事驾驶 驾驶驶后预计将以过失杀人罪 移送地检署复训 惯性飙车置人于此 把道路当成赛车场也撞碎了 受害家属的心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